肯德基大阪烧五谷翠鸡和金黄比斯吉 4月9日起限时回归35日 今天来吃看看 首先柴鱼片在热食上跳舞的画面 我一直都觉得蛮有趣的 大家在吃的时候也可以趁刚上桌时 欣赏一下扭动的柴鱼片 现在吃这个日式炒面 这款甜咸感的大阪烧酱带比较多甜味 我感觉有点海鲜味 芥末美乃滋的芥末味蛮明显的 但我吃起来是不会有芥末的呛鼻感 接着吃五谷翠鸡 个人不喜欢啃骨头 所以五谷有加分 不过它不太脆 跟我之前吃的肯德基 韩式双酱五谷大口脆鸡的感觉一样 就是五谷鸡腿块加上酱料后 皮几乎没有脆度 我只有吃到一两块有点脆的 鸡肉本身有点辣 里面看起来有些微辣椒粉 就是肯德基辣味炸鸡的风味 辣度大约小辣 脆鸡吃完后来吃日本直送的金黄比斯吉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肯德基炸鸡桶都有三颗比斯吉 但印象中没有中间这个洞 也没新版这么大 先淋上蜂蜜风味糖球 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蜂蜜 量还蛮多的 吃起来有酥酥的口感有点意外 小时候的好像没这么酥 我感觉这款比斯吉比小时候的好吃还蛮不错的 来到被炸鸡耽误的蛋塔店 当然要来颗蛋塔 刚刚的糖还有一些比斯吉沾完蛋塔还可以再沾一点 我觉得糖球跟原味蛋塔也很搭 所以也跟大家分享这个吃法 我用app.pk会员券 有大阪烧五谷萃鸡 原味蛋塔和一杯小杯百事可乐 光179元 在单点金黄比斯吉59元 合计238元 我吃各种素食的新的影片 有这一层播放清单 放在下方也可以去看看 大家拜拜啦